成年垃圾堆積如山 住家連走入空間都沒有 十八歲的張同學 住在這樣的環境長達七八年 爸媽離婚 張同學跟著媽媽生活 但媽媽常年酗酒 導致酒精性腦病變 生活失能 同樣住家堆滿垃圾 七十八歲的低收入戶季先生 長年減回收物回家 蚊蟲滋生 不捨暗家在惡劣的環境生活 南投志工全力以赴 一一動員清掃 哪裡有需要 刺激就往哪裡去 印度新冠肺炎 疫情升溫 曾在印度修行的仁曾家村仁波切 特地來感恩上人 對印度當地的經濟術力 人人前程祈求 疫情盡快落幕 大雄 黃紫磷 楊俊廷 台中報導 人人前程祈求 疫情盡快落幕 大雄 黃紫磷 楊俊廷 台中報導 日激 儀伊章 華麗仍 靈節文台詞 東佛天執 楊俊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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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俊廷